2020年福贸会八个专题展当中 教育服务专题展和体育服务专题展 受到了很高的关注 参展商们也都带来了各自最新的服务产品 让我们看到了在科技和信息技术的支撑之下 教育体育服务未来的发展前景 今天的创新福贸互惠共享 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最前沿的教育和体育服务产品 本次福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分为线上和线下展览 众多国际教育组织 知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留学服务机构等参展 其中线下展览总面积1650平方米 划分为国际教育交流 中外合作办学 留学服务和在线教育四大区块 好 现在我来模仿外国人 我来学说这句话 我爱中国 好 系统它会立刻给出我发音当中的问题 它是从声音调不同的角度 对我的发音进行评测的 据介绍 这个全球中文学习平台 已经于去年眼底上线 面向全世界不同年龄地域的中文学习者开放 我们就致力于让我们的这一块的 这个技术和文化结合了以后 能够在全国的中文学习当中 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 国内外的中文学习的爱好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普及和深入 教育服务产业作为新兴的经济增长点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北京市教委表示 本次展会将充分展示中国教育 对外扩大开放的政策导向 发展成就以及国际合作办学 互联网教育等教育服务新的变化 同时也将依托北京教育资源的优势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营造更加完善的教育服务环境 教育作为一种新的业态 新的一种的服务贸易的形式 无论在国内和国外 都引起了大家的普遍的关注 我们特别关注在后疫情时代 教育的新的业态 也就在智慧教育 互联网教育时代 如何能够适应更好的为教育服务 体育服务专题展是本次服务会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专题展 参长单位达上百家 覆盖体育产业11个大类 不仅国际化 还将凸显科技反 这个就是在这次的服务会上 即将展出的一种新型材料 那么它神奇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水倒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材料是把水给阻隔住了 并没有渗到下面来 但是气体却能够完美地 穿过这个材料 透到上面来 科研人员告诉我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透气性的材料 目前在世界上还是非常罕见的 据了解这种材料的相关技术 将为冬季运动服装过于臃肿 提供解决方案 做到让服装轻薄化的同时 维持保暖性 参展商也非常有信心 通过服务会 能让他们的新技术 被更多人知道 这个材料的 在服务会平台上 这个在画布 那对于来讲 我相信全球都会非常关注 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科技材料 运动员智慧餐厅 是这次体育服务专题展的 另一个高科技展品 它能够通过分析 运动员的身体状况 项目特点 训练强度等信息 为运动员定制 个性化饮食菜单 最大限度优化运动员 膳食营养管理模式 提高运动成绩 初到体育服务 我想我们还是立足于 叫体育科技 那么这种理念 我相信跟我们 体育的展区 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突出体育新科技 连通体育产业链 增强体育互动感 倡导体育新风上 助力运动健身潮 是本次体育服务 专题展的五大亮点 文化 教育 体育 那么这个服务贸易的增长 我觉得它不仅仅 是带动了经济 它更重要的一点 它是带动了 各个国家之间的 文明互建 将来对于我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文化 推特 高 5达 高 4达 高 5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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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达